有些話沒能來得及對摯愛說清楚就離世 是人生最大的缺憾 不過現在透過人工智慧數位影音記憶庫 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 預錄留言 家人還可以在AI的輔助下 及時和去世的親人問答對話 仿佛摯愛還在身邊 87歲的馬瑞娜史密斯去世後一個月 家人為他舉辦告別式 神奇的是 螢幕上的馬瑞娜雖然是生前的預錄影片 但是卻能和現場的親人 對打如流 在自己的告別式上向親人道別 是馬瑞娜的老後願望 他的兒子史蒂芬史密斯 在2017年開發出人工智慧數位資產 影音管理資料庫Story File 實現了母親生前的夢想 並且透過訪問錄影 留下母親精彩的人生經歷 史蒂芬是聯合國種族滅絕教育主席 有著口述歷史的專長 他說Story File最初是用來保存史上重要的名人 以及大屠殺和九一億恐怖攻擊幸存者的語錄 供後人交流和互動之用 現在也成了保存家族歷史的數位資產管理工具 使用Story File前 先挑出系統提供的題庫錄製答案 再把影音檔案上傳 而這些預錄的檔案 經過人工智慧分析統整和分類 系統在依照家人問的問題 尋找最適合的對應答案 看起來就像是和過世的親人對話 如何成為了一位父母的改變 改變了你? 我認為它帶了一位祝福 進我的生活 你喜歡做甚麼與你的父母的父母? 所有的東西 是否則我認為 唱歌、音樂、音樂、 就是所有的事 我們可以成為了祖父母的更好的祖父母? 最深的思念 总是来自于最爱的家人和伴侣 一段在寻常不过的话 由挚爱亲口说出 对于同时家人 身处冰冷深渊的人来说 是无可取代的爱与暖流 Storyfile虽然是冰冷的AI系统 但是却能抚平伤痛 为借思念失去亲人的空洞心灵 Storyfile才免费和付费的机制 付费的计划提供题库 高画质的重复录制 线上对谈 社群分享和云端储存等功能 目前美国和英国已经开放订阅 公事新闻张淑芬编译